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不是挪出更大的空间 让中小型个股可以表态 所以我上礼拜二就告诉你 有利中小型个股的布局 接下来有没有增拉台 有没有站回12682 破底盘 隔天就站回12682了 那涨了个两天之后的回档 上礼拜五 很多人又是聚心心的 你看融资一个每天都在捡 你就知道 上礼拜五盘中跌了202点 完蛋了 又要碰盘了 又要跌破12682了 市场上弥漫的是一个恐慌不安的心情 钱老师给你正面的解读 破底翻翻上去的格局 看法不变 上礼拜五讲完之后 礼拜一有没有大涨161点 昨天 涨几点 涨87点 中小型个股已经活蹦乱跳了 昨天你有没有看到金瑞第二个灯再度亮灯 今天台股呢 小涨啊 你有没有看到金瑞第三个灯呢 中小型个股会表态 而且它会轮动轮涨 也就是说目前 如果你想让你的一套资金达到一个获利陈述效果 你必须一档赚完再换一档 这种轮动轮涨的结构 你要对每一档股票的一个量价筹码形态 多辽落之涨 你才知道这档股票什么时候该低接 什么时候该卖出嘛 卖出的基金 怎么转进下一档即将发动的个股啊 钱老师为什么每天 无私的大方的将会的一个买卖点 跟你对市对价 要证明我们低进高出的一个操板策略 这是很多其他分析师 不想跟你面对的问题啊 其他分析师敢秀出口讯 公开他那么买点吗 一般是不敢的 为什么 万一公开买点下来怎么办 万一公开买点股票又上去了 怎么办 所以你所看到的节目大部分都是 股票涨上来了 才摇旗呐喊用力的分析 那股票跌下去呢 好像就不见踪跌了嘛 金老师实事求是 在目前中小型个股会轮动轮涨的一个结构 我希望你跟紧我的操盘节奏 我负责帮你一档赚完再换一档 电视上所呈现的个股 当然都是会人的持股啊 怎么带进怎么带出的 应该不用我多加的一个赘述了 你看清楚节目的一个实质内涵 你就一目了然啊 金瑞上次的卖点 145 这一趟赚二三块钱嘛 是不是 很清楚的卖在145啊 卖完之后 我说回档五天叫转折 来到相对低档教支撑 120做接回的动作 对不对 上礼拜二啊 接啊 隔天跌到117.5 我还是肯定的告诉你 金瑞还是可以低接啊 给你两次120的一个买点 然后呢 礼拜三 117.5低接嘛 礼拜四马上亮灯了 赚掌停满要靠实力 在金瑞礼拜四还没有亮灯 跟掌停满以前 礼拜二礼拜三 120要买嘛 所以来到130 那礼拜五呢 创新高之后回档啊 受到大盘影响嘛 这时候你心中有一个问号 要不要卖了 晚上已经赚了10%以上了嘛 我告诉你还没卖啊 是不是 上礼拜五 对 跟这个117.5这一天 同样的一个结构 跌啊 一档股票如果没有涨完 幸好是 50的告诉你117.5可以买 不用卖 有没有讲对 有没有做对 接下来礼拜一 来到138.5的波段高 礼拜二再度的亮灯 来到147 昨天给你的看法 给你的预告 可以往上解码了 那今天金瑞呢 强不强 昨天亮灯 如同我的预测嘛 中小型个股开始活蹦乱跳 是不是 所以今天金瑞呢 继续的工涨停啊 来到161.5 那就卖吧 亲爱的同票 你应该不会看到 投股老师在一档股票 攻涨停的同时 建议你做卖出动作 对不对 一般都是看到涨停板 赶快叫你 我们股票非常强 搞不好还告诉会人 去追涨停板 但是亲老师 对一档股票量价筹码形态 我说过 面面俱到 今天金瑞 为什么要如同我昨天的一个规划 要开始往上解码 今天出现两万七千多张的新天亮 你对照一下之前 一百五十亿的高点 当时出现两万六千张的一个大量 高档爆量 当然不可以追股票 懂吗 今天两万七千多张 比两万六千多张 更高嘛 更大量嘛 周转率太高了嘛 当然不追 那就卖吧 那就卖吧 今天金瑞啦 你可以看到 成交在厂停板 一六一点五的 竟然还有高达一千九百张 那我不晓得 买这一千九百多张的同票 你怎么那么有勇气 还是你没有接收到 接收到我这边的一个资讯吗 昨天的节目已经给你预告了 可以开始往上解码 所以今天金瑞 涨停板 涨停板 那就卖啊 高档爆量了 你要买这个位置 那你为什么不120来跟我买 这一趟120到161.5 41块钱啊 两趟加起来 六 更正一下 是64块钱 写错了 是64块钱 买个十张啊 花你120万 64万耶 两趟的操作 有没有超过五成 你自己去想你就知道了嘛 所以对金瑞这趟个股的一个操作 从上次的高点卖掉到低档机会 这个整个流程 在你操作股票过程 其实常常碰到这样的事情啊 120买完之后 隔天更低 117.5 怎么办 这是一个问题嘛 我告诉你 还是可以卖 然后涨停板之后 创高之后回档 好像有卖压 赚了10%要不要跑 我说不用卖 那接下来呢 亮灯亮灯 亮三个灯之后的金瑞 今天爆亮了 我告诉你要卖 这不是把一档股票的操作过程 全程的无私的呈现在你面前吗 所以呢 见为支柱 看到金瑞斯对一档股票细腻的分析 我相信接下来 中小型个股轮动轮涨的一个结构 我希望你好好的跟 要跟紧一点 盘中讯息有没有所谓的一个价值 你来跟跟看 你就知道 东哥 245买的 287卖 这一趟42块钱 287要卖是因为 兵营前波高 量价不对称卖 掉到230 没有我带你买 不要随便出手 不要以为说 287卖掉了 来到260就可以买 来到250就可以低接 230了 什么时候机会 218 离我的卖点差了快70块钱了 风险完全避开 接下来又准备迎接利润了 218接回的东哥 有没有涨到233 238 昨天涨到248 今天东哥卖 9点22分的东哥 249附近卖 22分的股价在250 你去对价 249一定卖得掉 所以这次的一个东哥 几块钱接回的 218 没有错吧 今天249卖 这样一买一卖 31块钱落袋 有没有卖对 看收盘 卖完之后掉到243 今天的一个东哥 为什么要卖 跟上次的 卖出的量价结构 一模一样 上次来到长黑 量价不对称 卖 这次来到这根长黑 压力量价不对称 卖 两趟加起来73块钱 重点是 没有受伤 287的卖点 沿路的避开 都没有做机会动作 218才接 所以 这样的一个操盘模式 我不晓得 有没有符合理疾代指 两趟73块钱 多不多 想不想挽卖为胜 行情来了嘛 我给你预测 从上礼拜 就斩钉截铁告诉你 跌个6000点 反弹波动 反弹个2分7就好了 3000点 三个月 够你赚的 你给我时间 你真的要给我时间 大行情 获利陈述效果 不是一处可击 给我三个月以上的时间 我相信 波段利润 我会一档一档的 带你赚上来 所以为什么 金瑞要卖 为什么东哥要卖 不卖我怎么买下一档 所以今天的宜特 照卖不误啊 礼拜宜特 收链形态突破嘛 买在73 买完当天很漂亮 工长停78.5 昨天盘中又涨了半根 所以呢 两天是不是超过10% 今天一开盘 下矮 苗头不对 砍 9.20分的宜特 78.5附近卖 当做在78.7啊 所以呢 卖78.7啊 本来赚10%的 今天 卖78.7 赚5% 该卖 我就会卖 做股票 要比较 是不是 不卖 今天 75.4啊 所以呢 会卖出这些股票 当然是为了买下一档啊 轮动轮涨的结构 很漂亮 你不要预设任何立场 国际被动原件的 简直之前 10月14号 大双底啊 我说直接上 我画得多么干净俐落 17号 平板以下 你有跟我滴接的 现赚超过5块钱啊 10月17号 你跟我滴接在 平板以下的271的 收盘 278.5 现赚7块钱 有没有超过5块钱 有吧 所以呢 当天懂得低阶的 那简直完之后的 国际表现呢 亮不亮意 礼拜 差一档亮灯 大涨33块钱 来到367 礼拜二 涨12块钱啊 来到382 两天就赚45块钱了 两天就超过10%了 今天国际 又涨了两块半 每天都在涨 每天都是红街棒 简直前 这低档跟我买的 三天 十几% 三天 47块钱 这就目前 大行情的一个展现啊 国际被动原件啊 之前 没有人青睐他嘛 跌不疼 梁不爱 谁会分析国际的好 应该就只有在下我啊 连这种 大家都看不起的被动原件股票 三天可以让你赚十几% 你认为行情很小吗 国际 涨三天啊 明天如果跌 我先给你预告 我不会卖 我不会卖 大行情 跟着大格局老师 一起来并肩作战 相信我给你一顿 绝对非同小可 声达科 高点是我带你卖的 完全避开风险 十月二十六号来到108.5 我说我有接回啊 离184的卖点 已经差了七十几块钱嘛 大胆低接啊 从108.5接回之后 有没有来到EU 我说一千张量也不够 要补量 补量才有波段啊 礼拜一讲完之后 礼拜二有没有补量 来到五千张 有没有上涨 来到一二三 今天声达科稍作休息 为什么 量人又收到一千张啊 所以呢 声达科 他当然还是要补量啊 有补量 才有波段 这档 营收新高 每月营收 年转两位数字的机油股 底部啊 合金啊 上礼拜是告诉你的 重点是礼拜五 黑鸡棒跌啊 合金啊 就是买啊 筹码很干净 礼拜一 有没有过上礼拜四的高点 当然是合金啊 那今天合金呢 今天合金呢 来到 41.35的短波高啊 这档股票 我之前是不是做的这一趟 卖在高点 还记得吗 回顾一下 当时候做这一趟 8月26号 合金卖在53.4 这都跟你对时对价过了 还记得吗 那个K线 长虹之后 创高之后回档那一天 有没有 这一天卖的啊 一样 卖掉之后避开 回档修正的风险跟危机啊 那底部行程呢 上礼拜开始做承接 是不是 你来看啊 上礼拜四的合金啊 高点有卖 这边呢 开始修正嘛 逐出一个底部嘛 基本面一样很漂亮嘛 是不是可以卖 礼拜五呢 回档 跌啊 跌到38.9啊 买啊 礼拜一呢 来到40.1啊 过上礼拜这根红铁棒的高点啊 那今天合金呢又创下短波的新高 所以行情 你有没有准备好 你认为 倩老师有没有准备好 口袋名单 所带给你买卖点 希望你 函中讯息 好好的 跟 有没有价值 有没有价值 我相信不用三个月 两个礼拜 你就知道我的功力 这一档九月营收 年成长超过六成的基尤股 短底行程啊 股价在低档 不是高档啊 短底行程筹码票量 基本面超过六成的机油性的个股 多是你现在此时此刻 要跟我积极地介入的机油性的个股 未来行情 海布町如果掌握的 可以交情还是来 小组 Stoke 178 或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我们的节目时间交给明乐 欢迎回到价值型投资 再把时间叫一下老师 哈雷今天来到短波段的新高 当时有85以下你有低级的 今天一样获利IMG 7月15号第一个哈雷当时有低档 我为我们专门在低档区底部告诉你买股票 现在是一个超盘节奏 反市场嘛 大盘跌股票相对低档 我喜欢买 7月15号87.8买 来到E3卖 波段涨无33%嘛 那E3卖掉的汉年呢 横向整理不动 下来87.7啊 低接回来啊 回到上次的买点附近嘛 87.8 所以低接回来肯定 没有模拟两可啊 长四天短线不追 要买的压回再跟我买 所以10月5号呢 103.5有减码嘛 减码完之后 有没有下来 有没有压回 压回来到82.8 我说可以低接啊 是不是可以进账 10月20号 84还是看好 相对低档区的汉年 那是买点 不是卖点嘛 给你几次机会 好多次啊 10月17号 82.8可以低接 你高点有卖的 是不是 10月20号 84 看好 可以低接 10月21号 又是84 当天是黑鸡棒 收最低啊 亲爱的朋友 收最低哦 你会看好吗 嗯 你有那个胆势吗 你有那个专业实力吗 我问你啊 当天黑鸡棒 收最低 看好不变 基本面一样 增长两位数字吧 84一样低接 24号 涨到87.6 今天汉年呢 来到89块9 来到短波高 看到了没 我还留着 要赚波段 要给我时间 中美金也是一样 166 之前前波段的卖点 10张赚三几万 打到121啊 股价变好便宜哦 是不是 可以买进啊 然后11月25号 我说安全系数很高 因为在足底过程啊 当天120.5啊 121 一样买得到 一样买得到 所以你可以看到 亲老师在 所选的标的 为什么要 为什么要选 基友股 基友股有时候动起来 虽然慢一点 但是很安全啊 很可靠啊 更何况 我都是告诉你 踩低肩的模式啊 我因为精锐 涨了三根掌停板 摇起那喊 赶快 追吗 谁在帮你踩刹车 谁知道风险高的地方 这种能耐 不是一般投顾飞行师 可以办得到一件事情吗 就像精锐 我在买120 隔天跌到117.5 谁会看好 现在涨了三根了 应该很多投顾老师 跟着后面 摇起呐喊 用力的吹捧精锐的好 是不是 领先市场 要有一定的专业实力 领先市场 总是在市场上 最悲观的时刻 拉你一把 都是这样子啊 所以呢 中美金啊 跌到120.5 跌破121 安全系数很高 低接啊 你不低接在121的 你怎么赚到126 27号126 今天中美金呢 来到短波高的130 买低档了 赚钱还是赔钱 虽然没有一天涨停板过 但是安全可靠的一个操作模式 我们所要带给会员的是 永远要立于不败之地 造股票不是看一天两天一星期一公月 你是想长长久久的在这个股票市场上投资 你不是每天在投机 不是每天在拼那些投机股的涨停板 地雷股的涨停板 那种股票我永远不会碰 纵使他们很会涨 财报数字不好的 你敢买吗 你敢投资吗 这种事情 我万万不会犯的那种 会让会员的资金 产生贴壁纸的现况 那叫窘况 顺得车用导线架的 这要长线买点 这要大双底 来到前波的低档 礼拜二是不是一个最好的介入时机 你应该很清楚 昨天顺得买在93.3的 收95.3先赚两块钱 今天顺得又涨快48 来到所谓的98.8 昨天给你长线买点 对还是错 相信接下来行情 你会看得更清楚 这一场浮连车用电子的 昨天短底刚突破 要不要进场 买在150 营收新高 凌成长超过五成的基础股 150买完收收152 今天这个胡联继续的走高 来到15 强势基础股 幸好是会一档一档的 领先市场带你低阶 你真的要好好的跟 这一档股票 没有时间了 双红 耳后有时间告诉你 撑得还不错的双红 要来跟我低档买 股价不动告诉你强势整理 今天的双红呢 今天双红呢 已经来到短波高128 低档低风险的个股 希望投票好好的大胆来低阶 前半年获利相当去年前三季的 是不是底部 筹码是不是很干净 建老师今天还是大方的积极邀请你 明天第一个时间来跟我上车 未来洋情不晓如何掌握的 欢迎你在目前最困难的时刻 建老师给你最大的获利空间通知 加入龙家军行列 从明天开始 我们一起来对食对价 把节目时间交给明乐 但审慎评估 致富投资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的天头先再会了 价值性投资 对值对价 欢迎持续验证 支持庆隆老师 请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加入LINE 让您看到也能赚到